成長不如預期 我們的獲利不如預期 這當然有投資人失望 讓我們的這個這個 也包括了一些朋友 那這個當然會構成壓力 坦言難掩失望 營運的確有壓力 因為PC後第二季本業 不只油營轉虧 累計上半年虧損 逼近三千四百萬 每股更大虧零點二六元 連三季虧損也難怪 前總經理蔡凱文 七月十閃電請辭 不過網家新總經理人選 最新出爐 這是母嬰團購媽咪愛 創辦人張雨珊 走年不只曾加入Google培訓計畫 洞悉女性消費者 以及商品開發能力 都是詹洪志上仲 他的主要原因 同時網家也以新臺幣 二點二六億策略投資 媽咪愛電商平臺 張文智再度找女力助陣 引發關注 因為早在二零一九年時 就曾找上電商女王周品軍 擔任唯品風尚集團執行長 更讓集團在短短七個月轉虧為盈 差不多已經是成長三到四成左右 對 那主要也是因為我們供貨 是相對來說是穩定的 因為市場上很多的服飾 其實都已經是斷貨 不論是周品軍或是現在找來 媽咪愛的這個創辦 他們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的app 或是說他們的這個客戶 始終度非常高 威品風尚 不為疫情衝擊 逆世找出亮麗成績單 如今再度找上媽咪愛創辦人 擔任總經理 努力強勢上線 擔任是否帶領網家翻轉營收 浴火重生 外界拭目以待 三零新聞 劉仕傑 劉富慈 台北報導